Yo 各位親愛你們好 歡迎回到藍諾的YouTube頻道 你是不是最近在滑手機的時候 也跟我一樣會覺得端音音的趨勢 好像真的是越來越勢不可擋 很多帳號好像用一隻手機 就可以創造出千萬的流量 而且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我們怎麼拍 好像都拍不出好看的畫面 那如果你想跟我一樣 把畫面從這樣變成這樣的話呢 那這部影片請你繼續看下去 因為我會教你如何一個人 在家裡或是在工作室裡面 用一隻手機 也可以完成高質感的端音音內容 那最近有些很紅的REAL 它的主題是跟 Work from home 還有高校工作相關 所以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然後有一個很簡單的桌子 也可以拍出一些很差異化的畫面 所以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是先把我們室內的燈光全部關掉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室內的燈泡啊 或者是燈管等等 它會有一種偏黃 或者是偏綠的畫面 那那個白屏可能拍出來就不好看 我也建議你可以進iPhone的設定 把鎖定白屏橫勾選起來 這樣子就不會怕拍到一半 白屏橫突然跑掉 我也建議你在拍攝之前呢 先把你的曝光跟對焦鎖定 我個人習慣拍暗一點 所以我會把曝光稍微拉低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我們把室內的燈光都關掉了 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那其實我們有兩種方案 第一個就是使用我現在在用的這種棚燈 它打出來的光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萬用 但是呢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稍微貴一點點 所以呢 另外一個替代方案就是多多利用我們的自然光 像是你的窗戶啊 或者是直接在外面做拍攝等等 那自然光有時候 它在室內拍攝的時候 它會造成很大的對比 但是我覺得你也可以試試看 使用背光拍攝 然後呢就是利用自然光 然後呢也是背著它這樣做拍攝 那有時候呢 這樣它會創造一個很高的對比 所以呢它有可能進階會變成 像是有某種的電影感的感覺 那如果你手邊啊 有像是有這種燈棒 或者像這種方塊燈 它是RGB 可以改變不同顏色的話呢 你也可以試試看把它放在房間的不同地方 或是甚至可以把它擺在螢幕前面 幫你的臉打光 那這樣子呢 它就是製造一種氛圍的感覺 如果你不知道要選什麼顏色 通常我覺得 藍色跟橘色是兩個最好的氛圍光顏色 接下來呢我們來講錄影規格 通常我在做拍攝 不管是用手機還是相機 我都習慣用4K24個 但是IG似乎比較喜歡30個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拍攝慢動作 但是你又不想犧牲畫質 我就不建議你進入慢動作去做拍攝 因為iPhone它內建的慢動作是120格跟240格 那有時候它會犧牲畫質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拍攝非常慢的東西 你可以直接就是留在錄影 然後呢就是把它調成4K60格 那這樣子它的畫質跟慢動作之間呢 我覺得它是取了一個很棒的平衡 接下來我們進入一些想法跟創意的部分 雖然我們可能只是在拍攝一個自己做下來的過程 但是這個做下來的動作 就有非常多不同種的構圖可以去做嘗試 所以我建議你在拍攝的時候啊 可以勤奮一點點去嘗試不同的構圖 或者是不同的角度 這樣子在之後剪接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變化 然後再來就是當你在設計拍攝清單的時候 也盡可能去嘗試不同的焦段 可以去拍攝同一個動作 或是可以把不同的動作搭配不同的焦段 然後呢去創造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那原因呢是因為這樣子我們在視覺上 我們一樣可以去繼續創造更多的變化 然後會有更多的流動性 而且聽說演算法也似乎比較喜歡有這種 豐富變化的影片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進入影片架構的部分 那因為這次這個reels 我是在分享我的三種不同的高效工作的技巧 所以呢我喜歡用動態字卡來當作像是一個章節 然後讓觀眾可以去期待 欸下一個技巧會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用動態字卡來當作像是一個橋樑 去把它這樣子分割出來 那通常呢我習慣是上Motion Array 去找到我喜歡的動態字卡 我就把它下載下來解壓縮 然後像是把它匯入到剪接軟體裡面 之後呢我就可以去調整我要的字體啊 或者是像是大小 甚至像是顏色等等 那如果你是使用像是Final Cut Pro Permint Pro或是達芬奇 這三種剪接軟體 那Motion Array呢它都有針對不同的剪接軟體 有不同的模板跟不同的templates 那我覺得使用不同的字卡 它可以幫你的reels增加更多你的個人風格 好那我們現在有了影片的架構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運用創意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骨頭嘛 那接下來就是要加入肉的部分 那像是這個畫面啊 它看起來像是兩個人完成的 因為同時你要有個人去滑動時間之後 另外有個人像是去推進你的鏡頭 但是呢這是我一個人完成的 那原因是因為我先在我的電腦上面 去螢幕錄影這個滑動的動作 把它存成一個影片 然後在電腦螢幕上面播放這個影片 然後在同時呢 我再用我的手機去滑動去做運鏡 那這樣子呢 你稍微多花一點點時間 你就可以去完成 通常要兩個人才能夠完成的畫面 那另外就是你可以嘗試 就是把你的手機調成像是超廣啊 或者是微距 把它放在像是電腦螢幕的左邊 或它的上面 甚至是下面往上拍等等 去滑動你的電腦螢幕 那這樣子呢 有時候可以去創造一些意想不到的畫面 而且是通常我們人眼不會去看到的畫面 那這樣就可以吸引我們的觀眾繼續看下去 那另外呢 在這邊給大家一個bonus tip 就是你可以去Motion Array 下載Fake Camera Movement的這個preset 那它就是有一種像是去創造假的相機晃動的效果 那這樣就看起來好像有另外一個攝影師 在用手持的方式去拍攝 那這個效果呢 通常我建議可以把它使用在 像是有眼睛啊 或者是臉部特寫的時候 然後你有這兩種特寫 然後你加入一個這種模擬相機晃動的感覺 它一樣會看起來像是有另外一個攝影師在拍你的感覺 最後呢 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增加趣味性的另外一種方式 是打破觀眾的預期 像很多人在講高校工作法的時候啊 會建議使用番茄鐘的方式 但是番茄鐘的方式在我身上偏偏不管用 與其我用一個graphics 在一個番茄上面打叉叉 我直接拿了一個番茄 然後把它壓爛 那這樣子其實跟其他所謂美美的畫面 會造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那這樣會打破觀眾他在觀看的規律 那就會有可能讓他們繼續願意看下去 那當然之後我們在拍攝完畢要簡介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入更多的個人元素啊 像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膠片刻地 或像是light leak這種漏光等等 它都可以增加你的一些個人元素 那這些個人元素你都可以在Motion Array上面找得到 那剛好Motion Array它最近有一個就是新的campaign 然後有一些特價 但是我不確定怎麼會結束 所以我就把它的連結放在下方 那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當然如果你想跟我學習更多 有關於如何用手機去拍攝出質感的影片 或是質感的reels 甚至是如何用手機去做簡介的話呢 我會把我們相關的教學放在下方 然後歡迎大家去看一下 藍諾攝影學院的更多內容 我們這集就到這邊結束 下一集見 Cheers